接下来你继续修 不管在这个世界或他方世界 一直你积功累得到第二尊佛的时候 第二个阿僧奇节 你功德圆满的时候 自自然源圆满的时候 你也会遇到另外第二尊佛 为你亲自受祭 而且你的名号是一样的 到了第三尊佛 一直修一直修 修到第三个阿僧奇节快满的时候 那尊佛帮你受祭的时候 下一世你就成佛了 比方说 弥勒菩萨在无量节修 修到这一世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为他受祭 受祭完了以后 他就上身兜率内院 那就是第三个阿僧奇节的功德 已经快要圆满了 经典里是怎么样讲的 让你了解 所以你一生当中无量节的时候 你起码会有三尊佛 起码啦 最少 当然你说功德力很好 有些经文也说 十方诸佛现前为你灌顶 同时加持说你受祭 那是十方佛现前 可是就从时间的这个前中后来讲呢 你第一尊佛为你受祭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欢喜 那就保证你一定会成佛 而且不会往后退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从凡夫 修成为圣人了 你举到的是需要时间跟空间的 老师说若你了解了空性 其实时间跟空间对你来讲 也没有什么急的 你就是自自然然的做 自自然的继续往前修 所以请看经文 大乘中说四种受祭 第一个 未发菩提心的也会帮他受祭 你会说师父好奇怪 怎么没有发菩提心可以帮他受祭呢 下面经文会解释 二 共发菩提心受祭 第三个 隐妇受祭 隐妇受祭始于属于秘密受祭 后面会讲 四 现前受祭 是为 现前就是诸佛 现在他面前 而为他灌顶 加持 放光说法 为他受祭 这是四种受祭 好 请看下面 七十四页 第二十五行 请看这四种受祭 一 未发菩提心者 为什么会帮他受祭呢 因为这个人 他善根非常的深厚 根性非常的利 多生多节 他都在增长着 他的信愿型 那 虽然他的功德力 还没有累积到 第一个阿僧奇节 可是这个人 善根啊 深厚 他走到哪里啊 都永远都在增上 一直在努力 也不会变坏 佛呢 有神通 以无碍的佛眼 观察到 他就为他受祭 这是第一类 第二个 共发菩提心受祭 共发菩提心呢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像法华经 法华经 释迦牟尼佛 刚开始为 设立佛受祭 结果的一设计以后啊 哇那 家设尊者一听到 哎呀 佛从来一辈子都没有 为身文成受过祭 佛都是为菩萨受祭比较多 哪一个菩萨 你将来会成佛啊 这样 结果第一次为 设立佛设计啊 哇那大家都很感动 那表示呢 身文也会成佛 这时候阿难尊者啊 被 设立佛被受祭的时候呢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谁 家设尊者 家设尊者很老 他爬起来 佛陀啊那我会不会成佛呢 你也帮我受祭一下 佛就为阿难 家设尊者受祭 结果其他的身文呢 那大家呢 你看我 我看我 哎 佛为设立佛受祭啦 家设尊者也受祭啦 那我们这些呢 可以一辈子佛出家也应该吧 结果大家呢 通通就排排站 五百个弟子站在那边 跪着佛 就看着佛 佛说 会的 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受祭 这叫做共发菩提心受祭 佛一个人就为五百个人一起受祭 而且这五百个弟子呢 将来成佛都是同一个名号 就是在特殊的法会 共同的善根发起的时候 佛也会共同的一起为他受祭 请看经文 成熟善根 种了菩提上的种子 过去生以及多生多节在修行 他的善根非常的勇猛 而且很有利根 就叫做 随时随时 叫做得到真上行 真上就是呢 一直在增加的意思 这些人为什么呢 第一个 起码 他要希望自己从那轮回当中得到解脱 请看 对 七十五页第二行 他自己呢 希望在轮回当中得到解脱 也希望救度一切云云的众生 因此他发心 这里的发心是发 无那上 奥能 堕落三秒三菩提的心 而且进入不退转的这个行列 而且他永远不会堕落在世间 染污的这个法里面 而且他会离开各种不好的八种 八种这里刮骨就讲离开八难 八难呢是指啊 比如说好 坏 对不对 毁霸 还有这个赞叹 这八类的烦恼啊 他都叫做八风吹不动 八难请你们自己可以去查 佛学词典 所以这是第二类的共发菩提心受计 请看第三个 此人 第三个叫做影妇受计 就此人呢 或闻到自己受计了 对于六度波罗蜜呢 他不发精进 亲好这里 他对于啊 有些人闻到自己受计 其实他对六度波罗蜜啊 他是非常的通达的 他也多生多节在修持的 可是他为了要帮助其他的人 帮助那些从来不发精进心的人 从来不闻过菩提心功德的人 让他更勇猛经济 让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呢 也听闻到发菩提心 跟行菩萨道的功德跟殊胜 所以总结说 想要使别人 也听到这样殊胜的受计 而断他心中的疑惑 所以这时候 佛就以微神力的秘密为他受计 这叫做影妇受计 举一个例子 谁呢 佛的儿子罗侯罗 罗侯罗在世的时候呢 他是小孩 他每天都出去玩 他出了家 还是每天出去玩 刚开始呢 有些弟子会看 奇怪 佛陀生了这个孩子 怎么这么不经济 每天跑出去玩 佛陀说你不要小看他 他出去玩的时候 是度众生的 他多生多节都有善根的 所以这叫做影妇受计 也就是佛知道 他不是去放逸 他出去玩的时候 就是度小朋友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他出去玩 可是啊 他事实上 他是在去度众生 这个是比较特例 所以佛就跟他讲 圣弟子 你要看他的心 而不要看别人的表面 所以这是属于影妇受计 后来呢 佛在法华经里面 也为罗侯罗受计 甚至佛也为他的太太 我们刚才说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最后佛也度他出家 做比丘尼 佛也呢 为他的太太 耶稣陀罗受计 将来他也会成佛 所以可见呢 佛教有一个最伟大 最伟大 注意听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我们都会成佛 只要努力 他不太像其他的宗教 对不起 我不是批评其他宗教 我只是分析给你听 为什么佛教会比其他宗教殊胜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也读过圣经班 English Bible Reading Group 我也读过 我也参加过基督教 天主教的这个 在没有出家之前 参加过他们的祷告啊 或是参加过他们的礼拜 礼拜天的做礼拜啊 我爸爸是一贯道的啊 所以道教跟民间宗教 我也参加过啊 但是我为什么会觉得 他们都不是究竟 不一定适合我呢 是因为我觉得 其他的宗教啊 就算你先到天堂的话 你不可能成为上帝的 你永远是附属于上帝 有一点像主人跟奴隶的关系 可是佛法不同 我们今天拜世教模拟佛 它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佛 其他宗教里面没有告诉你 有一天大家都会变阿拉 或有一天大家都会变 西瓦 印度婆罗门教的西瓦 神 也没有说 每一个人都会彭为上帝的 只有佛教 每一个人都会成佛的 而且你要精进的话 你会比前面的佛更殊胜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们作为佛弟子 我们皈依三宝 你要知道 三宝的殊胜功德在哪里 最大的功德在这里 我们有佛性 所以你要鼓励自己 请看第四类 若菩萨 七十五页第四行 若菩萨成熟出世间的善根 这里的五根 性静念定会 我再讲一遍 性静念定会 性 相信的性 念 念力的念 对 静 静步的静 念是念力的念 定是禅定的定 会 智慧的会 性静念定会 这是五根 得到无声法忍的时候 住在不动地的时候 八地不动地 十方诸佛菩萨 都会现前 让你惯罪 加持 而且放光 为你说法 那这个叫 现前受祭 所以 请看下面经文 彼得无声忍 菩萨已经决定故 诸佛世尊 绝对会帮你受祭的 而且受祭 只有佛教才有 注意听 受祭不是预言 你可以写在旁边 很多人会说 他预言将来 预言还是会变的 受祭是绝对不会变 那你会说 师父 佛法讲无常法 怎么受祭不会变呢 那是因为佛 他用神通力观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多声多结的 激功累得 就像河流一样 从上游 游到中游 你自然知道 它会游到下游 所以你 过声多结 激功累得 这样用功的时候 保证你将来 一定会成佛 所以在南传 清净道论里面说 正到出果 虚陀还的人 他知道自己 证悟了 怎么知道 因为他证悟的时候 跟佛经在清净道论里面 有绝音论师 整理的论里面 他说正到出果 虚陀还的时候 他有他的功德相貌 他自己检查 他就是有那个功德 而且他不会再 骗为凡夫了 同样的 当你正到出地 欢喜地菩萨 或是正到八地 不动地的时候 你一定也有 佛经所讲的 一切的功德 这是第四类 下面他说 又有第五类 引法华经 叫密义授记 因为法华经 是设三成法 而为一称法 如法华经说 请看科判 几次 引经论做证明 记诵一百二十诵 我等皆随喜 大先密义语 如受寄圣者 无畏设立佛 一百二十一诵 我等亦当得 成佛事无上 复以密义语 说无上证诀 请看记诵一百二十诵 说在法华经里面讲 我跟一切所有的与会大众 都随喜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这里的大先 请做一个记号 画起来 这是你释迦牟尼佛 你不要说 你看终于让我找到了 佛教也有道教的思想 大先 就写在这里 不是 因为在早期翻译的时候 所有的佛也叫做大先王 因为印度本身有很多修先的 在先当中最为殊胜的大先 所以是指释迦牟尼佛 所以翻译里面直接翻过来 所以这里的大先 不是你的大贝公 不是什么先 这里的大先是指释迦牟尼佛 所以你要 依佛经的注解去了解 那这释迦牟尼佛 他有无上殊胜的秘义 生与义的加持 而如同受一切的圣者 这里的圣者是什么呢 是指申闻尘的圣者 就像舍利佛 穆坚连 阿南尊者 五百大弟子 最后也会成佛 佛一生当中 只有在最后一次 法华经 为申闻尘授记 佛在以前 一生讲经说法 都是为菩萨神授记 从来没有为申闻尘说过 会成佛的授记 后来佛呢 就是讲法华经 讲完印经以后 佛就讲涅槃经 然后佛就入涅槃了 所以 法华经是靠近印度的灵旧山 然后佛讲完以后 继续经行 僧团往前走 佛就走到了 Kushinagala 然后佛讲涅槃经 涅槃经讲完了 佛就入灭了 所以佛一生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只有在法华经 法华会上呢 为申闻尘授记 所以表示 申闻也会成佛 但是申闻要发广大的不敌心 再看一百二十一 我等义当得 就是我 涉立佛等跟所有 与会大众的申闻者 将来也会成佛 在世间上是最无上的 没有比世间更尊贵的 就是成佛 赋以这殊胜的秘密的生与意加持 说一切众生最后都会成佛 所以最后一句话 说无上正觉 是指一切众生都会成佛的 好再看下面 第七十五页第十一行 以何以故 说这个特别的授记呢 有些论师会说 现在龙树菩萨讲论 论就是把不同的经论里面呢 看起来有点冲突的 不同的观点 他把它整理起来 所以我会建议 中国人应该多读一些论 不要只是读经 论很重要 因为论会训练你思维的智慧 跟论辩的智慧 他说请看 第一有些论师在不同的经论会说 为了令那些从来没有决定呢 对这个生闻成有信心的人啊 他也要讲发菩提心 所以在这里请你写一下 大致多论说 菩提 enlightenment 不是只有指 菩萨才有 生闻也有菩提 元节也有菩提 佛也有无上菩提 我再讲一遍 菩提心我们一般讲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只有大宠佛法 菩萨道才有 在大致多论里面写说 事实上菩提有三种 第一个叫生闻菩提 生闻人也会发菩提心 他也会发觉悟的心 第二个 元觉也会发觉悟的心 所以叫元觉菩提 第三个 只有最殊胜的佛呢 是他发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最殊胜的菩提 所以不同的经论 有不同的说法 第二个 又已经发菩提心的人呢 出发心行菩萨道 就在发的菩萨道的当中 害怕要继续轮回六道当中 又要受苦 而且他会觉得度众生很苦 所以他因为觉得众生很苦 他就想 哎呀 算了 我不要度众生 干脆我早一点的 正生闻的涅槃 干脆我就入灭就好了 这样子的人呢 他就会退失菩提心 那龙叔菩萨在这里讲的说 佛是为了让那些 会退展菩提心的人呢 让他继续为令牢固 为令他的菩提心更坚固 而且牢固不动 所以为什么佛要视线授记 第三 又有其异佛国土 同发方佛国土来 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 不但是这个世界的众生听经 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佛 也都会来 比方说在法华经也呀 佛三变神通 无量无边的多宝佛塔 无量无边的世界来 都来听释迦牟尼佛讲经 所以佛讲经不是只有度人 知道吗 所以佛法不单单只有人间佛教 佛法会度一切的众生 当然我们要在人间行菩萨道 因为我们的业现在在这里 但是有时候你的眼光跟理解 佛是度一切的六道众生 来自于佛度九法界众生 所以佛教才会有中原超度 你看看基督教 天主教有中原超度吗 没有 回教有中原超度吗 没有 因为他不接受六道轮回的想法 他干嘛去度鬼啊 他只有认为鬼是什么 against the evil 鬼就是把他披走就对 可是从佛教的角度 鬼也有佛性啊 所以你要知道佛教多么枉大 多么伟大 所以第三 佛在讲经的时候 他方佛国土的菩萨也会来听经 所以时间到的时候呢 以相似的名号或类似的功德 佛不但为地球的众生受计 佛也可以为他方佛国土的菩萨受计 最后总结 所以诸上面不同的诗 就是不同的论诗说法 如是的分别 如是的分四类或五类的受计 只是要让你知道啊 受计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为什么要发愿证无声法忍 不动地菩萨的功德 也就是八地不动地 而至于这八动不动地的功德呢 只有成佛的佛世尊 才能够就尽明了 他真正殊胜的功德 好 今天的经文就先讲到这一段 好 请翻看到后面 看大乘的转念 看到八十七页 八十七页第八行 第六类 梦境 好 再看一下 在讲梦境之前 我先要补充一下 有些连友可能听过 今天会课的时候 也有一两位连友问我 师父我做这个梦 做那个梦 我梦见这个 我梦见那个 好 好 现在有个问题 梦是由心显现的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梦是真的或假的呢 其实注意听哦 专心听哦 当你用真跟假的时候 其实告诉你答案都是假的 可是我想不要用真跟假 我用虚幻的 或是它存在不存在 这样你比较不会误会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知道吗 当你说真的之后 你一定会问说 它是不是有存在 或是它有特殊的意义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先不要说真的跟假的 所以我幻灯片里面是用虚幻的 或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存在的 举一个例子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请看幻灯片 这讲意义上没有 我先要解释这个 这样我才能够解释下面一段的经文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师傅奖金 你坐在这边 我穿的是金黄色的袈裟 结果晚上回家 你就开始做梦 哎呀 我到一个金黄色的房子 好漂亮哦 好舒服哦 第二天你就跑来找我 那个是假的 颜色 我说过嘛 你的眼睛像V8录影带一样 我们在V8录影带的时候 我们所有东西都录你知道吗 不但这一世都录啊 过去世的也录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才公开告诉你 佛教徒不要看鬼电影就是这样 更不要看乱七八糟的色情电影 为什么 你看鬼电影将来就变鬼啊 你看色情电影 你将来就变色鬼啊 你就倒露到各二轨道去了 难不知你说 师父帮我超度一下吗 很难 因为你已经投胎到那个轨道的时候 你的夜要了的时候才会投胎的 所以佛教徒哦 要了解佛法 对自己的心念呢 要常常警惕自己 好 所以第一个 你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所以你会出现这样 所以答案是什么 虚幻的 它不存在的 因为当我们的眼睛 录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不但录这一声 包含你看的电影 所以现在呢 大家很喜欢流行看了 暴力片或鬼片 不要乱乱看这些 看好的电影 看好的四大名山 或是印度朝圣的佛教电影 这个对你会很好 对不对 第二类 四大不条所产生的梦 这个也是假的 曾经有好几个联友跟我说 师父啊 我告诉你哦 我梦见哦 新加坡火山爆发了 那我是不是赶快去告诉总理啊 或是部长啊 新加坡可能会有很大很大的灾难啊 我说 不是 是你身体火气太大 虚火太旺 你才会梦到 火山爆发 身体若很冰冷的话 你会梦到呢 你看到呢 大海呢 都结冰 表示你身体不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建议你去看中医生 好 中医有他的道理 我也学过基本中医 我自己也有妈妈 也有妹妹 所以各位 也不用害羞 对不对 你要正念心 我师父知道很多很多的事 我也是老师 所以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应该去用中医去调理 甚至有些腰酸背痛 也可以针灸去治疗 中风也可以用针灸去治疗 对不对 所以你透过吃一些好的药 但是不要乱乱吃药 好 然后把你的身体搞坏 可是你如果呢 去跟你的中医生说 然后呢 吃一些调理的药 你那火气呢 就会降下来 这样你身体就不会冰了 你就不会做梦 梦到呢 火山爆发 或者梦到呢 掉到呢 水里面变成很冰冷 那这些是你四大不调 身体不好的现象 第三类 善根发露所产生的梦 这个是因缘合合存在的 比如说你梦见了出家人 梦见了莲花 梦见了太阳 梦见了月亮 日轮跟月轮 或是呢 你梦见自己参加大法会 然后呢 你梦见了 去参加法会 听师父讲及说法 甚至有些人呢 从来没有去哪一个寺庙 梦见大殿的释迦摩尼佛 结果有一天呢 连友跟他去 跟他劝他说 你要不要去参加法会啊 就一进大殿 我做梦就梦到这尊释迦摩尼佛 你从来也没有来看过 你为什么会做梦呢 这叫善根发露像 这是你过去世的善根 表示你过去世也是佛弟子 但是也不要太高兴 也不要太得意 这只是 这是存在的 但不要太执着 有些连友 很奇怪 每天晚上睡觉 都喜欢发梦 发了梦还要做记录 还要定期来 跟师父报告 不需要这样 梦啊 真跟假 你自己知道就好 你用功的时候 也会有好的梦 那表示佛菩萨给你鼓励 第四类 你真正用功的时候 也会有恶业现前 也会产生不好的梦 这个也是存在的 举个例子 最共通的普遍现象 宋地藏经 刚开始宋地藏经的时候 都会梦见死人 棺材 被人家追杀 这些的的确确 这是你过去的业 表示你过去的杀业 不管你是杀别人 或被别人追 这都是你过去的业 业呢 现前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必须要了解佛法 继续送 有人都不知道 比方说像我的妹妹 我妹妹就 我有两个妹妹 第二个妹妹就没什么善根 她虽然苦难的时候 会碰到观世音菩萨 也会念 有一次呢 有一年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她觉得自己业力很重 身体不好 就问我 那她说 师父 师父 我可不可以念地藏经 我说很好啊 她就晚上念啊 因为她白天做工很辛苦嘛 晚上就念啊 念啊念念啊 刚开始念很好 就开始做噩梦 我跟她讲 这是假的 继续念 结果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哥 窗户外面就有个鬼 我说那真的啊 那是个无毒鬼王啊 是护法 你不要管啊 她说 我毛骨悚然不敢念啊 是不是我晚上念不好啊 我说没有 我说你继续念啊 后来她电话挂了 她就不念了 这是什么 不了解佛法 所以我公开回答 地藏菩萨在家居士也可以供 谁说不可以供的 你们连有不要替人家乱乱讲 乱乱讲会斩断你自己 学佛的善根 白天中午晚上都有地藏菩萨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念地藏经最明显的是什么 二夜现前 被人家追杀 死人啊 还有棺材啊 那有人会说 师父我梦见棺材会不会发财 不一定 你要中布施的音啊 假如每一个人梦见棺材都有死 就会发财的话 那我看死前呢 大家拍一个棺材的照片 贴在你床头 干脆贴在你额头吧 那你一定发吗 你不会发还是不会发的 知道吗 所以你继续念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噩梦很多 噩业很多 然后过了一阵子呢 你没有噩梦 就开始有善梦 梦见莲花 梦见师父 梦见寺庙 梦见佛菩萨 很好 不要执着 继续念 念到最后呢 连好的念头也没有了 才叫清静的念 那时候你的业才叫做 颤除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你出家 或学佛多久 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业有时候像什么 海边的大海的海浪 你觉得你修得很好很好 看这里 当你觉得修得很好的时候 物极必反无常 它就开始会往下降 所以修的路程当中 有时候会起起伏伏的 因为你用功 它才会真正起起伏伏的 真的 表示你多生多节的业的种子 还没占除 我跟你讲 我出家二十一年了 还是也会做噩梦 过去的恶业 修啊 不要怕 最重要你心 要很安定 了解佛法 最后的结论是 不管好的跟不好的 存在的跟不存在 其实它都像水中当中月影 都是假的 不存在的 只是呢 这个说明了 让你知道 修行这条路上 会经过的过程是真的 所以假如你不清楚的话 不要对别人炫耀 你可以对你相信的老师 或是教你佛法的老师 请教他 他会私底下 告诉你怎么去判断 所以 梦 不要常常发梦 常常发梦的话 表示你妄念很多 也有一种脸 有跟我说 师父一坐下来 观音就现前了 待会念一下 地藏就来了 你真的功力那么高吗 通通都是妄念 师父你知道吗 超度的时候 师父这么一念 哄哄哄的时候 那五方佛都现前了 净功抢抢棍 你再这样修下去的话 你会进一个地方 精神病院 这个都是虚妄的 因为真正佛菩萨现前 不会这么频繁 听好 好我再补几句 哪时候佛菩萨会现前 注意听 第一 我没有写在这边 你要自己写 第一 遇到障碍的时候 你大难现前的时候 不管你有学佛没学佛 可能你过去拜过观世音菩萨 突然佛菩萨救了你 这个就是真的 因为你苦难现前了 业力现前 第二个 你用功的时候 很用功很用功 昼夜精进 你无所求 对不对 你善根成熟的时候 佛菩萨也会现前 比如你诵法华经的时候 你看到普贤菩萨 或观世音菩萨 来梦中放光加持你 那只是给你鼓励 他也会现前 善根具足的时候 第三种 在你要开悟之前 你也会有征兆 佛菩萨给你做证明 你这个开悟 不管是小悟 大悟 中悟 你真正要证悟之前 你也会有看到佛菩萨 但是像彩虹一般 是透明的 你不要执着 第四个 在生死交关的时候 佛菩萨也会现前 因为佛菩萨不是发愿 要救度一介终生吗 你在生死交关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你家里有很大的灾难的时候 你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会现前 那表示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悦力是真的 第五个 临终的时候 佛菩萨也会现前 大概分五类 给你做参考 所以没事 佛菩萨干嘛天天来找你啊 他很忙的 所以你常常看到佛菩萨 这也是幻象 不要太执着 这会增长你的 供高我慢心 以摩克布尔波罗蜜金讲 最大的娇慢是什么 你的骄傲跟我值 这是不好的 好 现在来看 87页 第九行 最后讲解梦境 从第一类到第五类的时候 因为你白天都是自主神迹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心 控制你的念头 可是哎呀 用功了一整天啊 觉得非常的累 工作也很辛苦 诵经也很辛苦 结果一躺平的时候 你的身心就放映了 这时候过去无量节的种子呢 就像什么呢 就像录影带的底片一样 它呢没按照顺序啊 就通通都跑出来 这时候你才发现 在梦中的你啊 哎呀 其实脾气是非常非常的大呀 或者你才察觉到 梦中的你啊 没想到拿着关刀啊 到处去追人啊 你平常就觉得 我都不杀鸡的呢 师父我很慈悲 我持不杀生戒 可是梦中啊 你看到你是拿着关刀去追人啊 这时候你假装啊 平常你在学校呢 是老师不骂学生 可是在梦中啊 你就是破口大骂 这时候在梦中 你才看到你的称心是这么强 杀心是这么重 听好 从真正修行的角度来讲 我要恭喜你 This is the good side of the meditation 这是禅修的好的征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察觉到你内在真正的念头 就像各种种子产生一般 好 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比喻 注意听 听过的很专心听 没有听过的也更要专心听 也有人有问我说 师父 我很认真学佛 我也归三宝 我家里共观世音菩萨 刚开始还是很好很疲强 可是过了半年 怎么我家里好多事情发生啊 先生发生了车祸啊 儿子呢 又头又撞到啊 我妈妈又中风啊 我呢又被老板裁员啊 怎么会这么不顺利呢 答案很好 消业障 为什么 注意听 假如我现在找一个花园 我要种玫瑰花 我现在呢 到City Hall 这个植物的店 去买玫瑰花的种子 在你家里 不管是你家里有土地 或是呢 家里那个栏杆外面 你用小的盆栽 好多个种 刚开始种的时候 你也浇水了 也浇花了 对不对 你这个花圃里面呢 就开始长 请问一下子 刚开始就长玫瑰花吗 不会那么快的 刚开始都是长 乱七八糟的杂草的 这时候你要去拿刀子 然后把那个草啊 给一个一个剪掉 除草 而且呢 还要做园艺 把连根都拔除 拔除完了以后呢 再买新的养分 因为刚开始养分呢 都被杂草给吸光了 再买新的养分 养料 然后再加水 很细心照顾 当然你也可以倒一点大杯水 对不对 互念一下你的种子 对不对 然后呢 过了几天以后 它开始长出玫瑰花 而且玫瑰花呢 一天两天三天 你每天都要栽培啊 好 举这个例子是什么 真正修行 真正修行就像花谱一样 我们过去无量节啊 有很多不好的种子 也有善的种子 就像杂草一样都会长的 所以不是佛法没效 而是你理解的佛法 只是片面的 而不是完整的 也就是真正用功的时候 杂草会长很多 很好啊 消业障啊 对不对 你过去杀生啊 病痛多啊 那现在呢 你过去杀了很多业啊 那你现在啊 你念观世音菩萨啊 你念普贤行愿品啊 你诵经啊 很好啊 为什么 你还是会痛啊 不错啦 你眼睛没瞎掉就不错啦 为什么 我们无量节造的恶业啊 是很久很久啊 像大海的海浪 你今天才念几部普贤行愿品而已啊 当然还有业嘛 但是你不要害怕 继续用功 所以用功要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都还会有业的 了解吗 因为我们过去 无量节 不管有意无意造的叶 跟种子 它就会像杂草一样会长起来 这时候你要有智慧 刀子把它剪掉 连根拔除 好好的忏悔 继续做功德 那慢慢慢慢慢慢 它的叶呢 就会减少 是一定会减少的 所以 佛教徒要有信心 对佛法要了解 不然你就会觉得 还要碰到困难 佛法骗了 骗小的啦 都没效的啦 不要乱乱这样讲 这样讲叫放佛法 谁说没效 对不对 是你不知道 你无量节所造的恶业啊 比你现在的修的功德啊 是大的很多很多 但是你要有一个真诚的心 忏悔的心 你继续用功 就像我刚刚讲 花圃里面的杂草把它拔掉 这样子的话 玫瑰花慢慢慢慢慢慢 就会长出来嘛 所以我要讲的是这样 犹如各种种子生长出来一般 梦也就是你更深层的内在种子 它会显现 最后在生死交关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台湾是位学生上西藏的中英生救度法里面说 在身心分离的时候 你要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念头啊 的本质是很重要的 因为假如你平常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 听好 临终的时候啊 就像呢 脱一件外套一样 很自然 生跟死你不会恐怖 很自然 就像现在呢 对不对 你穿了这个厚一点的衣服 因为大殿有冷气 等到你出去你觉得热 你自自然的就把外套给脱掉 那么自然 也不会有恐怖 生死呢 在分离的时候 假如你能修行的话 其实就像这样 它是很自然的 好 接下来看第七 所以从以上列出各种状况 常常训练自己的念头很重要 有时候在静 要羞耻 有在动的时候 他的心可能起起伏伏 比方说 最近生病啦 事情很多 烦心的事情很多 又有贷款啊 小朋友又不乖啊 小朋友又叛逆 没错 朋友很多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也很容易乱啊 因为都讲八卦啊 没关系 不要去排斥 就用这些 来当做你禅修的好朋友 小朋友很烦 没关系 训练我更有耐性 对不对 不然 你的忍入波罗蜜 怎么修啊 接下来 有时候你觉得 当我回来做早晚课的时候 自己做早晚课 或在佛门做早晚课的时候 你又觉得心情会好一点 没错 所以修持很重要 还有一种情况 要特别注意 做功课的时候非常好 一离开功课 就心非常乱 而且这样的人 非常的执着 执着到呢 他告诉我自己 哇 其实修得不错耶 师父也说我很好 我就不喜欢去接触人 其实那是另外一种 细微的烦恼 为什么 我再讲一遍 有些人在静当中 他非常宁静 他可以修得很好 你叫他打坐 他一天可以坐 一天半天 他没有放异 可是你要叫他出波 跟别人通 他就生烦恼了 为什么呢 他只要接触到人 他就很生烦恼 他还告诉自己 我不要接触别人 我自己很用功啊 我不要管别人就好 小心 这样会变阿罗汉 不会变菩萨 菩萨是要发菩提心 救度众生的 是在跟人与人之间 互动当中相互学的 这请做个记号 我发现台湾也有 很多这样的联友 新加坡也有 很多这样的联友 就是很孤僻 自己很用功 很精进 可是碰到人呢 就常常生烦恼 那你要问 看你的念头 什么东西 让你产生烦恼 你为什么不喜欢人 当然不喜欢人的原因 有很多 最重要是什么 你 有很多原因 老实说是 慈悲心修得不够圆满 你慈悲心修得圆满的话 别人看到你会很欢喜 你看到众生也会很自然 接下来 这种不喜欢接触的人呢 他还认为自己修得很好 他也真的修得很好 他每天送了很多金 做了很多功课 可是呢 他只要一离开这种宁静的特殊环境 他身体就不舒服了 他不自在了 为什么呢 请看八十八页 第三行 因为他在安静的环境里 关于时间跟空间 他觉得他可以控制 他可以掌握 所以他觉得他很欢喜 可是当他自己 他就觉得他自己修得很好 这种修得很好是暂时的 可是只要时间跟空间一变的时候 他的心就混乱了 其实表示他的功夫还是很浅 还不到家 因为那是初学的人才会这样的 所以注意我要提醒各位 假如你修到最后 你不太喜欢人 排斥别人 甚至远离别人 你要小心 其实你是走错路了 真正的菩萨六度万恨 是要在跟人与人之间 在境界当中去磨练的 当然有时候你觉得 这个脸有草草的 或是都讲是非 我暂时跟他保持距离很好 但是你心中不要有排斥别人的心 厌离别人的心 或是讨厌他的心 你心中还是要有一样 平等的慈悲心 对一切众生 了解吗 好 再看 所以修行千万不要偏执 请看八十八页第十一行 讲动跟静 只是在不同的时节 因缘的显现 有时候你自己也会在动静之间 做白日梦啊 我昨天不是讲吗 发呆坐在那边流口水 对不对 那既不是动也不是静啊 那叫什么 这里写 无忌 无忌的心念也跑出来 无忌请啪个货号 请记起来 无忌是什么呢 念头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 就这样呆呆的 呆呆的 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念头 然后你就会自问自答 请问 我有时候问你 你今天快乐吗 师傅 我好像修得也不错耶 没有什么快乐 也没有什么悲伤耶 就每天这样的日子过 我说你在打混啦 那个是无忌的念 看这里 你还觉得自己修不错 那个叫无忌 无忌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无忌的习性 会让你变成空过一生的 对不对 再看下面 因为什么呢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无忌是无忌的业 注意听 净土是善跟恶的业 都转为清净的业 所以清净心是因 往生 净佛 国土是果 你可以写在旁边 我们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可是我们修净土 念佛或念咒 或念观音菩萨 或念药师佛 释迦伯明的名号 听好 那个时候不是善业 也不是恶业 是清净的业 清净的业是因 你才会往生 清净的佛国土 所以念佛是有很大的功德的 你要知道它的理论 所以不要认为说 我今天没有错 没有善的念头 也没有恶的念头 其实你是在空过你的一生 所以只是你不察觉的 这一点在禅修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为什么呢 没有善没有念的话 应该是什么 清清楚楚的正念分明 所以清净的念头 请画起来 清净的念头很重要 在八十八页 第十九行到二十行 清清楚楚的正念分明 所以清净的念头像什么呢 像无波的大海 这样的话表示你这一生 才是真正在用功啊 否则你说没有念头 待会下面我会做一个例子 各位看了月啊 无尾熊 你就知道 对不对 无尾熊就是无忌啊 好再看 我再强调一次 没有善的念 也没有恶的念 但是要训练自己 随时有清净的念头 请看幻灯片 有清净的念头 你才不会空过一生 否则你怎么知道 自己有没有用功呢 你每天的念头越来越清净 你本来不慈悲的 现在越来越慈悲 你本来脾气不好的 现在脾气你能控制 你以前呢 不敢发心 不敢发大怨的 你现在有发心 而且有勇气去承担 吃得更多的苦 你都不抱怨 所以你有清净的正念 这样子的话 你才叫修福修慧嘛 不然我反问你 动物的无尾熊 新加坡有没有无尾熊 没有 我们台湾有 我们台湾从中国大陆 买了好几只无尾熊 最近呢 不小心了 因为台湾太热了 死了一两只 你看无尾熊 无尾熊动物里面 无尾熊 他的念头是什么 你说他有恶念吗 他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跑出来吃人啊 他关在里面嘛 那你说他有善念吗 没有啊 因为呢 他看到很多人 每天都来看我啊 对不对 你看他 他也看你啊 其实他每天就躺在那边 晒太阳 那是这样 无际的念头 空过一生 那现在有个问题 他为什么会当无尾熊 是因为他过去的福报 你看动物园要花多少钱啊 我们台湾要花好几百万啊 大概快五十万新币啊 建一个动物园的房子 你有这个福报吗 你做梦可能都梦不到五十万新币了 是不是 这是他的福报 第二 盖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是他过去式的福报 但是他也有过去式的夜报 他是什么 他是畜生啊 他不是人啊 他没办法来听经啊 没办法来文法 所以注意听 用这个例子是说 他的夜报是畜生到 可是他的福报 却是住在动物园 而且呢 我听说 其他国家的这个五尾熊呢 还有吹冷气的 国家付的电费 你看多有福报 那请问 你要投胎做五尾熊吗 我想还是不要吧 所以可见 这五尾熊这一生 他住在动物园的时候呢 每天很舒服 就躺在那边 他什么念头呢 大部分是无忌的念头多 所以空过了一生 好 这个第一段讲完了 所有我从 八十三页 一直讲到八十八页 希望大家多复习 表示外在的念头 有静 有动 有非静 有非动 有一切时 一切处 乃至于在梦境 好 接下来再给我讲一小段 问题我明天再回答 不然呢 我的进度会讲不完 礼拜天呢 又时间很短 只有一个小时而已 我还要回答问题 又要敲钟 礼拜天呢 又是观音弹 又是新加坡的国庆日 对不对 很忙的 好 再看一下 下面 三 八十九页 原内心转念的提升 刚才我讲外面的 是讲外界 现在是讲内心 内心里面呢 好 看幻灯片好了 简单的说 有恶念 跟善念 恶念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贪嗔吃都不一样 有些人贪心很重 有些人看到美女呢 她是心脏就波波跳 波波跳 控制不住 有些人呢 看到好的东西呢 她就受不了 对不对 一定要去买那个漂亮的衣服 有些人呢 看到好吃的东西 也会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有些人贪心比较重 有些人是动不动呢 不服她的意思呢 她就不高兴 发脾气 破口大骂 称心比较重 其实贪称吃啊 都是同时生起的 只是你不察觉而已 第二个 这里讲第二念 不好的念头是指善念 你说 师父善念怎么会不好呢 注意看 善念假如你过度执着的话 善念会带出什么 嫉妒 骄傲 这也不好 比方说 有很多人都喜欢做功德 你觉得呢 哎呀 出一两万啊 心比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 轻而易举 虽然她是善念做功德 但是呢 她走路的时候都这样 头瞧起来 这是傲慢心 这也是烦恼 所以你刚才做的功德是什么 不是功德 福报而已 福报跟功德不一样 各位要先弄清楚 你能够发心 捐权 护持三宝 救众生 当然很好 做慈善事业 但是要谦卑一点 所以这里后面的念头呢 是讲什么呢 恶念是指我们讲的强烈的贪嗔痴 善念呢 你也要去超越它 而不要过度的执着 因为善念会带来很多的嫉妒 娇慢 是非 还有党派 所以善念 也不一定是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先看 恶念升起的时候 你怎么办 请看八十九页第十六号 据个例子 现在我们全世界都有很多色情的广告 色情的杂志 暴力的东西 看到打暴不平的时候 你贪嗔智慧升起 先不要去管外境 你不可能叫全世界都没有这些东西 有人的地方 就有人性的这个不圆满 但佛教徒要教你的是 训练你的心 不要受外境影响 而要控制自己的念头 你不可能把全世界呢 卖色情广告的人呢 全部加来枪壁 把他毙了 不可能的 还是会有人做这个行业的 所以你应该训练你自己说 哦 我现在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境界 或是海报 我的念头在哪里啊 我能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呢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会把外境的修行 转变为修行的助缘 所以对初学的人来讲 老实说你要远离厄园 不要去get long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修得很好的话 师父是应该送你去get long的 考验你会不会受外境影响 但是这个不是对初学的人讲 因为初学的人呢 他容易造恶业 而且破戒 这是不好的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说 假如你有意跟无意 碰到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训练 我现在能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 举个例子 黑暗 你看到黑暗的时候 你讲到恐怖 那你就想 我为什么会怕 我怕什么 不要去躲黑暗 我就用这个黑暗 来训练我自己 看可不可以念 那你念的功德力 跟念力会更强的 这是我要说的重点 再看 我们生活在五卓恶事里 八十九页 第二十三行 我们生活在五卓恶事里 假如你真的去读 白法明门论的话 你会知道 我们投胎做人 其实恶念比善念多 这是真的 我们人也有善根 什么是善根 虔诚 恭敬 孝顺父母 不要做杀到阴望久的事 反过来去救度众生 用功修行 参加法会 或者做义工 这个就是善根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虽然很努力 可是我们的恶念还是很多 事实上 投胎做人的时候 白法明门论里面讲 人啊 恶念占百分比的话 假如我要用百分之数学比的话 百分之六十是恶念 百分之四十是三念 所以在人间是很苦的 所以你要学着控制自己的念头 但是这样说的话 这个世间也有是好的 不是没有 我当时是对我的学生说的 我去台北阳明山的花开了 或是像你们呢 新加坡 对不对 新加坡哪里会有花开的地方 公园嘛 或是呢 什么圣陶沙 都有很多很多很漂亮 你带全家人出去 很开心 很好啊 那是慈悲心 那是善念 可是我们外在说 显现的恶念太多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境界 让你想成贪嗔痴 很出众的时候 很强烈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控制自己的念头 注意 不要去逃避你的念头 逃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你要看看 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 这样修起来 你就不要黏住 好 那时候我用手是这样子 看这里 手是这样 不要去压它 也不要去黏住它 我再讲一遍 念头来好跟不好 你不要去压它 哎呀我真的很罪过哦 有的人就一种看到我 师父我不肯看你 我说为什么 我长得这么可怕吗 他说师父我忘念很多 我说你忘念很多 但你也有佛性啊 你才会来寺庙吗 对不对 所以 也不要对过度 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你不要去压你的念头 但是呢 你也不要去黏住你的念头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呢 你要看着它的变化 这样子的话 慢慢慢慢的 好的跟不好的 就会成为你修行的助缘 了解吗 再看下面 九十页 翻过来 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的经验 来看 大家都有做过捷运 对不对 捷运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你在捷运里面 看到有佛教徒 非佛教徒 对不对 有些人呢 在捷运的时候 进来就大摇大摆 对不对 进来啊 然后你不小心碰到 Sorry Excuse me 他会说 哼 就这样子 对不对 那时候你不要生气 禅修的人 要看自己的念头 这么多人进去 对不对 当然假如我们 不小心碰到别人 我们要跟他道歉 可是问题注意听 在禅修的猪母娘 是先不要去 转外面的境界 而要先转 自己里面的念头 只有你的念头 很平静的时候 很宁静的时候 你才会呢 有智慧去处理 外在的境界 举一个例子 有人看到你啊 他很生气 心里是骂你的 可是表面是假假的 那时候你不要太在意 有些礼貌呢 你还跟他说说话 可是有人也不甩你 因为每一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今天来去做捷运啊 新加坡也有捷运嘛 MRT 我也做过 所以说有时候我看到啊 有些呢 先生啊 是非常粗鲁 也有些小姐呢 是很 台语讲 就阿爸 就是呢 很霸气 比如说很多人坐在一起啊 那你就会觉得说 哦小姐 对不起今天人很多啊 我比较胖一点的空间 可不够不够啊 可不移一下 你你你 你什么 又没有坐到你的腿 哇 这时候你又遇到一个人 对你这么恶口 你怎么办 对啊 这时候 你好意跟他讲 他也是认为是你错的 这时候 不要换他的位置 你就坐在那里 你不要看他 看他的话他会误会你 你干嘛 What do you want 对不对 他会觉得你恶意 不用你看你的念头 所以不要换位置 就坐着看你的念头 你身体会不会生称心 这就是大乘禅观要修的 所以看你的念头 有没有不受外境影响 这个很重要 听好 大乘禅修 不是要丢掉一切的境界 才能修 错 他是在一切的境界当中 现前的时候 你要当下就是羞耻 这段请坐五个星星背起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乘禅修 很多人虽然去南传参学 也学大乘的禅修 可是他不知道真正大乘的禅修 跟南传的禅修有什么不同 大乘的禅修 书胜在哪里 再讲一遍 这段很重要 大乘的禅修 不是要你舍弃一切中间 禁界 躲在离开人的地方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来一个东西修 不是 而是在一切贪嗔痴 生起的当下 不管它是好跟不好 你都要去修持你内心的正念 修你内心的念头 这个才叫大乘的转念 你可以用五个W来反省自己 谁在被生气呀 为什么我会被生气呀 什么地方让我生气呀 哪一种情况下我会生气呀 为什么我永远这么气呀 你用五个W来问自己 你会发觉 其实也没什么好气的 对不对 说更进一步 听好 如果假如你的心很宁静的话 你还会生起怨心 虽然刚才那个女生 对你很不友善 你还会宁静的微笑 然后呢 你不一定要合掌 因为她可能是基督徒 或是天主教徒 我也碰过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心中宁静的 看自己的念头 然后发愿 我将来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